隐席月上任之后呢 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这个国家的大方向都变了 那这位呢是中国大陆驻南韩的大使 他叫邢海明 这位是南韩的在野 这个共同民主党的党魁 叫李在明 那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呢 这个邢海明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他要彰显中国立场 他讲了很多话 特别是对于韩国隐席月 现在这个铁了心 第一个跟日本和解 一些这个历史的恩怨呢 他都叫韩国人要忘记 要往前看 韩国人吞不下去 那第二个呢 他要这个跟着这个美国走 那邢海明就提醒 他说中韩是搬不走的邻居 分不开的伙伴 但是当前中韩关系呢 遇到了很多困难嘛 但他认为这个责任 不在中方啊 就是在你韩方嘛 对不对 中国一贯是尊重韩方的核心关切 韩国也要尊重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 核心关切等等 美国正在竭力打压中国 有的人读美国瘾 读中国书 这是误判 没有看清历史大事 最终他下了个结论 叫做赌中国书的人 今后一定会后悔 他当然讲了 他论述讲了很长 他有讲说 你看20年前30年前 那时候不是很多人赌中国书吗 现在呢 对中国大国崛起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告诉大家 那你现在赌中国书 以后也一定会后悔 结果不得了 你看到 这个新海民事6月8号 见这位党魁 他希望韩方处理 中国关系的时候 要摆脱外部因素的干扰 周涵炳 南韩外交部 抓住了这个梗 6月9号召见他 抗议中国对韩美关系的评论 那说这个新海民的言论呢 被视为对韩国 这叫对内政的干涉 内政的干涉 然后这个南韩的执政党 当然也呛 因为这在野党 在野党邀的 决定不要再邀 这个新海民共进晚餐 你怎么看 现在就是 因为影学本来就亲美了 那他上来之后 因为他自己的民调直直落 现在变成他唯一的 一个服务就是美国 他就是决定向美国一面倒 就是完全抱着美国的腿 那即使会得罪中国大陆 也不顾了 管他了 因为最近这阵子 其实韩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 大幅的下降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韩国民众 其实对大陆的反感也增加 所以影学在内部 为了他自己的民调 在外部 美国本来就给他压力 所以他已经不顾一切 就是往美国这个方向走 那新海民本来是 就是劝你们 没有必要搞成这个样 而且 其实他一开始就讲 中韩是搬不走的邻居 其实表面上是在讲 陈述事实际上是一种警告 也就是 你不管怎么样 美国再强大 美国再厉害 中国就在你旁边 所以你有必要得罪 近在你身边的人吗 这个是我觉得 邢海民的 那个言下之意 就是这样子 那可是问题是 韩国现在已经不顾一切 现在包括您在野党 他们都要赶快 跟邢海民切割 为什么 因为在野党也发现 你要知道 最近他们南韩那边 有做个民调 结果 因为美国 就是他们弄了一个 华盛顿宣言之后 美国 那个南韩民众对美国的信赖度是增加的 然后觉得美国好像给了韩国人一个核保护传 所以再加上他们本来就已经开始在反中国这样的风潮下 现在变成整个南韩的政治界都开始倒向美国 我觉得未来短时间之内 这个趋势大概是不会变的 因为看起来今年 韩国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显然也不尽影响 那中国大陆也因为这样的话 他们愿意去韩国的人也变少 所以我觉得 中韩之间的关系 恐怕会冷却不小的一段时间 恐怕在影席月的任期之内 恐怕中韩关系都不会很乐观 你怎么看待 这个韩国指控这叫做干涉内政 这个就反正随便讲 他就说 你凭什么来干涉我高兴要跟谁在一起 我要对你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那是我的事你怎么能够管 那但是问题是 大使尤其是你韩方的政策在针对我的时候 我当然要为我的国家讲话 我不会为我的国家讲话难道我要讲什么 然后说欢迎你随便你怎么对中国大陆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双方各自找理由 那韩方现在用比较强硬的态度 那我相信中国大陆接下也会用比较强硬的态度去对待他 那双方之间这个仇就会结下 我想问一下 现在这个中国驻各国的大使 其实这个位置都很重要 是 这个你觉得这个新海民会不会变成像另外一个卢沙爷这样子 我倒觉得不会 新海民以他的个性看起来不像是会像卢沙爷这样的人 而且说真的 如果他的表现像卢沙爷那样的话 到最后韩国可能直接请他回家 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就要求你再换另外一个人来 所以我觉得新海民也不至于这样做 但是距离力争 我觉得这是他一定会去做的事情 而且这是因为他跟在野党吃饭 当然这个执政党又抓到这个把柄 对不对 其实说真的大使跟在野党吃饭 哪有什么不可以 美国在台协会还跟三个候选人都吃过饭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大使该做的事情 拿这个当借口本身其实是很好笑 好 当然重点还是要回到这个尹熙悦的身上 记大使你看6月9号尹熙悦这个政府公布了 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这非常的重要 那里面的大幅调整了文在寅任内强调的核心议题 注意这就不只是这个口头这个宣布 这白纸黑字国家文件 删除了推动中战宣言 这不得了 这石破天惊 和平协定 本来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前任这个韩国总统 当然他自身的这个生长背景啊等等 其实他一直在推动这个南北韩的和解啊 或是最终的统一啊 但是尹熙悦上任之后可以说是石破天惊 整个国家跟北韩之间的战略完全180度的翻转 把推动中战宣言和平协定整个把它删掉 那另外呢把北韩的核威胁是为安全上最大的挑战 什么意思呢 就是北韩就是明确的敌人 一个敌人的概念 都说这个世界上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嘛 但现在不是啊 现在这个尹熙悦上任之后呢 这个中国大陆几乎是个准敌人的概念 那北韩的就是敌人 谢大师 所以我觉得韩国 一个韩国总统会做到这个地步 我真的觉得韩国为什么历史上悲剧这么多 我终于找到一个答案 就是说他们常出现这种领袖 这个韩国这个南北韩之间啊 过去大家说 他是一个分裂国家嘛 南北韩是分裂的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统一民族 同一个国家 那是因为二次大战以后 那么这个共产跟这个民族两个阵营的斗争之下 他国家就被分成两个 那这个对他们自己的民族来讲 其实是一个痛苦啊 对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民族被分成两个 而且相互对立 那都是最主要是外部势力造成的 那他们所以他们大概有志之士 都希望他们国家还是能够恢复统一 然后呢不要自己人自相残杀 所以南北韩的关系过去一直有一个界线 这个界线是什么 南北韩的对立是民族内部的冲突 同一民族的内部冲突 他不是国际冲突 更不是地区域问题 更不是国际问题 对所以本质是民族内部冲突 可是呢 这一条线被经过了这个长期 长期对立这么多年 居然出了一个影席乐 他今天讲半天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是国家之间的矛盾 没有民族情感在里面 讲这句话已经完全没有民族情感 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 而且呢 这种立场他应该要在韩国的话 稍微有历史常识的话 他们应该有些人会拿出来批判 你的历史的 你的历史定位有问题 你说你这个唯一的敌人 即使应该是内部矛盾 你如果就是说唯一的敌人的话 那这个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危险 而且他们两边说实话 他要打起来的话 那真的那真的是非常惨烈 因为两边是陆路的 陆路的这个边界 你今天从仁川机场要进汉城 要进首尔 你开进去 到了那条路 你先是从比如说是西往东走 然后你到了那条街 那个南北的路的时候 就发觉那个路标有两个 路标上有两个地方 一边就是板门殿 一边就是汉城 从仁川上来 两边距离差不多 你会发 你才会知道 哇首尔离那个三十八度线 有多近 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他为了国家的安全的话 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安全的 一个一个 一个南韩的领袖 他应该要尽量把这个双方的冲突 把它降低 而不是这样子恶化 那他过去一直要把 他最近还有一些要求 我也觉得有一些 有一些 我想将来韩国历史会回过来 看他这个总统 他要求美国把核武器 带到韩半岛 对 那你民族之间的矛盾 要用核子战争来解决 这不是很 这不是 这不是完全丧失理性 而且韩国的飞弹 基本上 北韩的飞弹要打的 都是打一万多公里的 要不然就是打三千公里的 那基本上 他过去四射的时候 都是针对 不是韩国 不是针对日本 就是美国 所以 北韩 现在尹熙悦 真正把北韩这个威胁 正式说 对不起 你把你的枪口对着我 我才是你真正的敌人 因为我已经把你当我真正的敌人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从这个 这个一个旁观者角度来看 我不觉得 为什么韩国内部 没有人来阻止 像尹熙悦这样子 第一个把南北韩矛盾 把它提升到 这个国家之间矛盾 而不是民族内部矛盾 这个对南韩 对北韩都不是好事 另外一方面 大力引入美国的这种 甚至核子力量 要进入朝鲜半岛 这个对得起韩国的 这个子子孙孙吗 未来的子子孙孙吗 为了打一场内战 最后呢 以接把外国的这个核子弹搞到南韩 那朝鲜半岛很小 你经得起几颗核子弹 核子弹他不晓得核子的战争 都是相互毁灭的 你没有人能够在这里面变成赢家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尹锡悦现在这个政府 我觉得他一面倒向美国 看起来他自己认为是 有利于韩国 可是我们从第三者看来 他把过去一个 还可以解决的南北韩的对立 他已经把他打上死结 他把他打上死结